皇后的一生并不总是顺利的,她们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。 然而,有一位皇后即使在多传的人生道路上也成就出色,那就是大清的孝和瑞皇后。 这位满族才女最初不过是个普通的贵族小姐,却因机缘巧合入室了皇宫,开始了她传奇的一生。 她不仅温顺贤淑,善解人意,还以睿智和远见成功辅佐两代君主,赢得贤后的美名,讲历史故事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,名门小姐入室故宫,得乾隆欣赏,公元1755年农历六月。 一个满族贵族女孩在魏国公府诞生了,她就是后来的孝和瑞皇后纽护路氏。 纽护路氏是满洲八大姓之一魏国公爵家的千金,圣儿富贵,她的父亲为将军,母亲也来自满族名门,这使得她从小就享有优越的教育资源,学习汉语,满语,蒙古语等语言,并学习书话,诗词,音乐等才艺。 1765年,十岁的纽护路氏有了一个转机,这一年,乾隆皇帝新宠幸了纽护路氏,并为她生下一女,就是后来的孤伦和靖公主。 乾隆非常疼爱这个小公主,四处为她物色贤淑的读书伴读,这个机会就落在了才华出众的纽护路氏头上,她入选成为公主的伴读,陪伴公主读书学习,乾隆十分欣赏这个聪慧过人的小姑娘,经常让公主在她面前称赞她。 公主虽娇生惯养,但与舒静的纽护路氏相处甚欢,两人成了好朋友,乾隆也更加喜爱这个小伴读,期间也关注起她的成长。 1775年,20岁的纽护路氏又迎来人生的大转折,这一年,黄四子永远,后来的嘉庆帝,的嫡妻喜塔拉氏身体欠佳,难以怀孕。 乾隆希望永远再娶一位财貌双全的侧福进。 在乾隆的心目中,年轻貌美,温顺董事的纽护路氏是最佳人选,永远也对这门政略联姻并无意义。 最终,纽护路氏被选为嘉庆的侧福进,正式入室皇宫。 年仅15岁的纽护路氏一夜之间从贵族小姐跃升为皇室妃嫔,可以说是人生地位的巨大飞跃。 这也预示着她传奇的宫廷盛雅才刚刚开始。 善解人意的皇妃,儿女情深的母亲。 1779年,嘉庆的嫡妻喜塔拉氏病逝,乾隆遵循其父康熙的先例。 下至尊纽护路氏为皇贵妃,并计划在三年丧妻结束后立她为皇后。 1782年,农历珍摘,27岁的纽护路氏正式登基为皇后,她温柔善解人意的性格让她迅速适应了皇后的多重角色。 作为皇后的第一位职责,她必须服从并辅助嘉庆处理朝政,嘉庆敦厚稳重,勤政爱民,但处理正式时也经常疲于奔命。 这时候,孝和睿皇后就会细心地分担她的负担,劝她适当休息。 她也会在正式上稳妥地提出自己的建议,帮助嘉庆做出判断,嘉庆十分信任她。 渐渐也依赖起她的辅佐,这使两人感情更加牢固。 此外,皇后还必须妥善管理后宫,这项工作对孝和睿皇后来说并不陌生,她从小便擅长社交应酬,后宫中各色人等她也能巧妙地处理。 她没有像其他妃嫔那样赠里赠外地排挤同僚,反而主动造福其他妃嫔和宫女。 她的和蔼可亲得到了后宫众人的景仰女拥戴,这样后宫在她的治理下维持了稳定。 最后,作为一个母亲,孝和睿皇后也尽到了责任,她先后为嘉庆帝生下二皇子明宪和三皇子明六,以及公主。 她把儿女抚养成人,且没有因为自己有子嗣而刻意打压其他妃嫔的孩子。 她以温和睿智的方式维系着这个大家庭的和谐。 孝和睿皇后对儿女尤其疼爱,每当皇子生日,她都会亲手为他们准备礼物和美食,细致地照顾他们的起居。 虽然她没有像其他妃嫔那样只顾自家孩子的利益,但她对自己的儿子也十分关爱,她经常察言观色,生怕皇子受一点委屈,也不放过任何锻炼他们的机会。 儿子们感受到母亲的爱,也格外孝顺她。 每逢皇后的生日,他们都会设法准备礼物回报母爱,这样的母慈子孝成为了整个后宫的温馨画面。 临危受命,稳定政局扶持道光。 1820年润九月初三,嘉庆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,终年69岁,群臣棒受惊吓,争相赶往热河。 可等他们赶到时,却发现嘉庆的遗诏不知所踪,在这紧要关头,太后扭呼噜是挺身而出,临危受命,果断地传指令五皇子明明即位,视为道光帝。 几日后,嘉庆的遗诏终于被找到,遗诏确实指定明明为统治者,孝和瑞太后在这危急时刻的决断。 极大的稳定了政局,使皇位顺利传承。 道光登基后,极其尊崇这位睿智的生母,她听从母后的建议,顺利解决了兄弟们的风诀问题,避免了兄弟内斗。 她也遵奉太后为圣母孝和瑞皇太后,给她加封长达十二字的尊号圣母孝和瑞瑞安康寿人献天,又圣达神功真名,一是对她的崇敬之情。 每逢皇太后的生辰,道光都会亲自前来朝贺,给予厚礼,她还将太后迁居于寿康宫。 这座宫殿占地八千多平方米,原为乾隆时期的皇贵妃所居。 极尽奢华,道光这样尊崇生母,也体现了她孝顺的品质。 太后见儿子这样孝顺,内心十分欣慰,她也不想辜负皇帝的嘱托,将心思都放在辅佐道光上。 每当道光遇到正事上的难题,孝和瑞太后都会耐心聆听,提供妥善的意见。 她的睿智建议常常为道光解难,使皇帝信赖以重她。 有一次,道光计划扩建圆明园,打算在圆明园西部再建一座大型院员。 太后认为此事耗资太拒,劝道光暂缓扩建计划,先将资金用于水利工程。 道光听从太后的建议。 转而投资合工,发展农业生产。 这使得太后的声望日益提高,朝野上下都对她刮目相看,在她的辅助下,道光的统治也趋于稳定。 慈母体恤民情,贤后辅政共治天下。 孝和瑞皇太后不仅深得道光的信任,也以仁政会爱百姓赢得民间的爱戴。 她性情仁慈,常常设法为穷苦的百姓争取福利。 她曾多次建议道光减轻赋税,帮助灾民渡难。 当年四川地区发生大饥荒时,太后主动支取部分皇室财产用于赈灾。 这些举动使百姓看到了她慈母般的一面。 称她为圣母,平民百姓遇到困境,也会直接向太后求助,太后都尽力地帮他们解决问题。 她也关注民间疾苦,建议道光整顿励志,惩处贪官。 她主张简化繁文入节,以便与百姓诉讼,这些举措减轻了百姓的负担,使太后的声誉达到顶峰。 在处理朝政大事上,孝和瑞皇太后也给予道光重要的辅助。 她曾劝说道光采取强硬措施,镇压白连教起义。 她也支持道光与英国的粤海关专卖权谈判,以减少鸦片输入,虽然最终谈判失败,但她的远见让道光也加深了危机意识。 在林则徐禁烟过程中,太后也给予大力支持,她认为鸦片祸国殃民,坚决同意禁烟。 虽然英国后来发动战争,但太后不为所动,支持道光抗击英军。 这样,在孝和瑞皇太后的辅佐下,道光的统治比较平稳,太后不仅深得民心,也赢得朝野的尊重。 她与道光合作无间,共同治理这天下。 母慈子孝,相依为命,走完一生。 1850年农历九月初八日,孝和瑞皇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病逝,享受七十四岁道光帝闻讯后,悲痛欲绝。 她日夜守在太后的灵前。 悲痛不已,虽有大臣劝她节哀,但她始终无法自已。 甚至在太后的葬礼上,她痛哭着诉说对太后的思念之情。 道光频繁地在灵前顶礼叩拜,身体也严重透支,太后的驾崩对她打击太大。 终于,在太后去世三十三天后,道光也随太后而去,享年六十九岁。 母子两人仅相差五岁,却都未能走完天年。 他们在一生中相依为命,道光对孝和瑞皇太后的孝顺,以及太后对她的爱护之情感人至深。 就这样,这对慈子至孝的母子携手走过了人生的旅程,他们统治了三十多年的大清王朝。 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孝和瑞皇太后的一生可谓传奇,她从一个普通的贵族小姐一步步成长为明君贤后的姿态,辅佐两代皇帝,深得民心。 她既是后宫之主,又是君主良师,她兼具才智,仁慈,睿智的品质,是大清难得的贤后。 虽然她已失去百年,但她的政治手腕与人格魅力仍值得后人学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友 长官 Và儿子奖。 beforehand和之间,恐怖的事由请问您们的缘关联系。 大家留下您的缘关联系发现您的缘关联系。 您的缘关联系一切优优、您的缘关联系。 您的缘关联系会上的缘关联系。 您的缘关联系和您的缘關联系的工作程, 您的缘关联系在任何缘关联系的角途系。